這段是跟大家說明這個 騎馬與砍殺戰團 一個 一個遊戲的那個 練等級跟那個賺錢的 方式 就是打地圖上的那個 強盜 海寇跟山賊 那有六個地方 有六個地方 我忘了說這個 這個圖文教學網址 因為這個攻略教學的網址 有一些教學連結 我是有那個 我是放在這個這個網址 是放在YouTube的註解這邊 註解這邊 等一下這邊就到這個網頁 這個網址 那可以分別 點擊進去 那這個後面這一些我會補上 這邊我會補上 那還可以點一下這個訂閱 這樣 好 好 那這段是跟大家說一下這個 這麼講 呃 這我有介紹這六個地方 可以練練兵跟 賺錢 這六個地方 他有一種狀況 就是那個NPC的 野怪的NPC變少 變少的話你要記得換地方 你不要在同一個地方 好那很浪費時間 因為我遇到 很多的狀況就是 那個 在一個地方有沒有待一陣子 那數量就會急速下降 好那個時候你就要換了 要不然你會在那邊完全找不到那個NPC可以打 就是 強盜啊 綠林強盜 海寇跟 沙漠強盜 翔馬 山賊跟 雪人強盜 好最大 有六個地方我有介紹六個點 那 你完全找不到的時候 或者是數量變少的時候 記得要換地方 你不要在同一個地方 那很浪費時間 是這樣子 因為那個快鍵有沒有 你點擊一下那個 那個 某個地方 我有六個點嘛 那你只要點擊一下那個 好這個 Ctrl 那個 我記得是 這個 Ctrl加空白鍵 就可以加速 那個時間會流的很快 你就可以到其他的點 好這樣子 OK 那這六個地方是 我介紹這六個地方是 那個練兵跟練等級要賺錢 是蠻方便的 好 就這樣子 OK 那 也可以點一下訂閱 這樣子 訂閱按鈕 好OK 這段是要跟大家補充一下 那個 你這個 直北征直到北方 那 幾乎每一個國家 都有一個 那個 可以 練兵打怪的地方 有六個點 好這樣子 就是 那這邊的是 那個海扣 然後 這邊的是什麼 選人強盜在這邊 然後 這邊也有一個 然後這邊也有一個 然後這邊也有一個 好這邊 跟 這邊 好有六個地方 那我這邊跟大家強調一點 那個 沒有的話 有沒有 你找不到那個敵人的那個 NPC 好譬如說 你在這邊 打海扣 但是他的那個數量變得很少 你就要換地方 你不要再 待在這裡 你可以 先在別的地方 先晚一陣子 你這個方向可以調 有時候 比如說到海邊的話 你調這個方向會比較 好 然後這個 這個箭頭 就是直北征 他是指向北方的 北方就是有那個 兵嘛 的意思 那 像這個 假設你到這邊附近 有沒有 這一塊 完全沒有 那個數量很少 就是NPC的數量很少 你就要換地方了 你不要一直待在這裡 那很浪費時間 是這樣子 好然後你換到這裡 這裡也一樣 因為這是什麼情況呢 比如說是在交戰的時候 比如說這個國家 他跟上 有沒有他這個國家跟這邊的 或這邊的交戰 或這邊的 他那個裡面的層組會跑出去嘛 他遇到這種海扣 他會把他全部殺掉 所以數量會變很少 大家知道 或者是這一邊的 他過來這邊攻擊的時候 他只要遇到海扣 他會追 他數量就會變很少 那 或者是像這個 血緣強盜有沒有 一樣 他跟其他國家戰的時候 裡面的層組啊什麼的 他會循 有沒有 他會走來走去 那這血緣強盜 然後就數量就會變很少 喔 血緣強盜的範圍是很廣的 蠻廣的 他的那個範圍不太一樣 是蠻廣的 然後數量變很少了之後你就要換 看你是要換到這裡呢 還是去換去打 打 我用換到直北真 去這邊打那個 那個騎馬的 這附近 這附近還有一個 是騎馬的 看你是要 打這邊的 那這邊的 你再到這邊 晃的時候 那個敵人的NPC數量又很少 那你就來沙漠這一帶 沙漠這一帶的 他大概是在 這塊 這塊 就是那個所謂的那個 沙漠強盜 假設沙漠強盜數量又很少 你就換來這裡 換來這裡 這邊打 那這個地方數量又很少 你就換 我記得是這邊 這邊 這個是 綠林強盜 綠林強盜 這個地方要注意一下 你不要再在同一個地方 在那邊打 沒有用 因為有的時候他那個 有那個 他有一種那個叫什麼的 呃有一個那個叫什麼 呃 我忘記了有一種NPC他會 他會負責 清理的 他會 他也會到處跑 然後把那個 把那個強盜全部殺光 那個叫 叫什麼來的 我突然忘記他名稱 呃 呃 有一種是那一種的 他會把所有的那個 全部殺掉 他的用意就是說 不要讓你在同一個地方煉 那他的那一種NPC他 他會一直繞 他會一直繞這些的 他會在那個各個國家這邊繞 各個國家這邊跑 他會把那個NPC 像 海 海扣啦 山賊啦 盜賊這些的 或是騎馬的那一些的那個 強盜 全部殺光 那你的數量就很少就不好煉 那你就要換地方 你就要換地方 比如說這邊 這邊完全沒有 這邊有也有的 你完全找不到任何一隻數量又很少 那你就要換 那這個地方又很少 然後就要換到這裡 然後這個地方又很少就換到這 那這個地方假設又很少就換到這裡 然後再換到這裡 假設又 遇到又很少 你就換來這邊 好這邊打那個強盜 可以練等級跟賺錢 是蠻快的 然後練技能等等的 好 那就是這樣子 OK 就跟大家這樣說 你不要 待在同一個地方 這樣打 因為你待在同一個地方 那個NPC會被清掉 有兩種狀況 一個是那個 比如說遇到戰爭的 他跟別的國家戰爭嘛 他那個裡面的那個 城主會出來 那還有一種是他會少那個地圖的 有一種那個NPC 那個我忘記他什麼名稱 他會 一直打 他會追的那個 海賊啊 不是海蔻啊 山賊跟 強盜這邊 直接消滅 那這樣的數量很少 所以說我特別錄這一段來跟大家說明 這樣子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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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